各位觀眾 今天要來跟各位聊的 是雷霆修賽季操作預測 那幫你們邀請到的來賓 就是號稱全台灣最挺OKC的雷霆迷 Eric 我是Bobbin 你剛剛前面這樣講 還有我想說你要給我 冠上了一個很大的稱號 這樣我可能承擔不起 我也意識到你可能承擔不起 所以我就改了一下 雷霆這支球隊老實說 對比其他球隊沒有太大的問題 因為雷霆今年的表現 實際上是超出大家對他們的預期 以一支這麼年輕的球隊來說 你看你的艦隊基石 分別是25歲的SGA 23歲的Jaynon Williams 22歲的Chad Honggram 這代表他們的球員 都還在吃星秀紅利 除了SGA以外 所以他們在薪資上有非常多的操作空間 基本上所有年輕球員 他們的合約都還在跑 目前唯一的自由球員是Gordon Hayward 那關於這位球員 你認為OKC應該要牽回他嗎 好好講喔這一段 如果講錯很容易會變炎上 我覺得你目前看起來是不會 因為第一點 他們在技術把他交易來 當然有一個點是他們需要老將 也想要試試看說 說不定他可以頂替到 比方說三次好 我也幫助一下球隊 第二個點是 希望可以在比賽給予幫助 抓籃板啊什麼的 等一下抓籃板 為什麼要抓籃板 籃板真的很重要嗎 他其實前幾天有出來講說 他對於他在雷霆這個賽季 他很失望 他覺得他應該可以幫助到球隊 但是他上場的時間根本就不夠 球隊也沒有讓他幫助到比賽 所以我覺得都出來這樣講了 應該是蠻難把他留下來的 第三個點是 他們可能現在以現見後患的方式 在他們的交易包裹裡面加點料 就比方說 人家想要 Josh Giddy好了 配上這個Gordon Hayward Maybe會是一個比較好的組合 或者是比較吸引人的一個包裹 所以我覺得以這三個點 在這個賽季 他應該也不會留在雷霆隊 Gordon Hayward我沒有什麼好補充呢 因為我的看法也是 他不會回到雷霆 那講回Josh Giddy的部分 他目前剩下一年約 價值大概是835萬 那關於這位球員 你覺得他留下的機率有多少 還是他100%會在休賽季被交易 我覺得在季賽的時候 你問我這句話 我不會給予這麼高的%數 但是看過他們跟獨行俠卸賽之後 他場均上場18分鐘 得分只有8.7分 3分球的命中率只有35% 那在小牛卸賽也知道 大家都直接放他頭嘛 所以以他的上場時間來講好了 我覺得他確實是可以被交易的 因為以目前看起來 他跟雷霆隊的chemistry 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這麼好 而且如果我們要說 替補控球後衛的這個位置的話 Cason Wallace其實是做得更好的 不管在防守在進攻上面 雖然可能組織上面輸給Josh 但是我覺得以目前整體雷霆的 Building的話 Cason Wallace其實是可以頂替他的上場時間的 他們不需要去把Giddy的位置補上 他們可以拿這個位置去換一些 他們真正需要的 比方說封線或是內線去做補強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在於說 Josh Giddy他是一個很好的playmaker 這個是他在NBA的價值 但是他的缺點也非常明顯 就是他完全沒有外線投射的能力 不要被他這個35%的命中率給欺騙 因為假設雷霆真的對他的外線有信心 那麼後面他先發的位置就不會被拔掉 我知道現在網路上有很多鍵盤俠 都喜歡看命中率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嘴 這個人到底可以投還是不能投 這個其實就跟Patrick Beverly前幾年的數據 是一樣的概念 他三分球命中率乍看之下不錯啊 可是他真的是在進攻端可以幫你拉開空間的球員嗎 所以這個是Josh Giddy的一個很大的硬傷 那就像你說的 我同意他們現在最需要補進來的是一個內線球員 但是我不同意你的點是關於playmaker的部分 我認為他們還是需要一個playmaker的 只是這個人不會是Josh Giddy 尤其是在板凳端 Isaiah Joe我認為他是一個好的終結者 但他不是一個好的playmaker 我覺得在這個點我們以後衛來講好了 其實雷霆是需要一個板凳暴徒系列的 就是他上來是可以得分跟可以組織的 那我覺得現在有兩個人選可以去考慮 第一個就是Malik Monk 大家都知道他在國王隊的表現幾乎是第二控球了 而且他又是板凳暴徒又會得分又會組織 那再來Jordan Clarkson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後衛上面啦 我覺得可以以這兩個人作為一個基準去做步強 不知道你怎麼會認為雷霆拿得到Malik Monk 我覺得很難啊 只是說如果在這個休賽器簽到的話 我覺得會是一個最好的操作 好那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話題啦 就是薪資空間的部分嘛 相較於前面我出過的影片 像是公路隊、勇士隊 他們薪資是整個爆掉的狀態 雷霆反而現在面臨的問題是 他們花的錢不夠 所以他們在休賽器必須要花更多的錢 去達到薪資下限 不是薪資上限喔 是薪資下限 關於這部分啦 我看國外專家的講評都是說 以雷霆一貫的操作來說 他們絕對不會是在自由市場上 去搶球員的球隊 通常他們的操作是寧願把薪資空間 留給自家球員來用 不論是Izaiah Joe 或者是Aaron Wiggins嘛 那關於這部分 你同意嗎 還是你認為在自由球員市場上 除了Malik Monk以外 還有其他是雷霆隊可以考慮的對象 他們今年在休賽季 大概有30-35M的空間 就看他們怎麼去操作嘛 那其實這個Range 我覺得是可以真的牽到一些很不錯的球員 就對於我個人 Same Presti Same Presti Same Same 槍打出頭鳥 You know Same 以Presti歷年的操作 他可能會去找兩三個角色型球員 去Feed in這個球隊 而不是去找一個 他可能要很高的價錢 就我覺得他們今年就是要找內線或風險 在內線的部分 我覺得大家要去思考一點是 很多支持雷霆的人都會說 Chad就是要打5號位 我同意 但是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點是 我們沒有看過他打4號位 以前的Towns 他也是打5號位出身 那是不是因為狗貝爾來到的時候 他拉到4號位 所以我覺得在我們大家還沒看過 Chad拉到4號位 會變成什麼樣子的情況下 我覺得大家都要給一個開放想法是 有可能今天雷霆都會補進一個中風的 就像我上一集有講到的 他們要簽Purdue的Iggy Iggy是偷走我家GadiFMVP的那個 Iggy Didi 我覺得把他選進來 他會是一個替補狀風的概念 他當然不會打到先發 但團隊有需要他的時候 他就會上來 那如果今天他們想要一個先發狀風 我覺得啦 今年休賽季有一個自由球員 Croxton 大家都可以去斟酌看看 他大概是20-25M的薪資 就可以把他拉進來了 我覺得以他的速度 以他的防守能力 是可以馬上融入到類停隊的 雖然就是沒有外線投射 但我覺得以目前雷霆隊的陣容來講 外線投射如果是1-4號位是夠的 這是一個可以去想看看的選擇 我對他有幾個疑問 首先他終究還是一個藍領球員 他主要進攻手段就是吃餅而已 你說他的playmaking 你說他的外線投射都是0 那再來 簽了他難道雷霆就可以守得住Yokic嗎 我覺得這個都是現在所有西區球隊 需要去考量的點 要以Yokic跟Aaron Gordon這個組合 來當作你內線的假想敵 因為他是一個標杆 就像當初輝郎在艦隊時 他們縮哈掉未來的選秀錢 不就是為了組一個陣容 是他們認為能夠打贏儘快的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必須要去考量的一點 老實說 如果他是一年1500萬 我就誤操所持 目前大家對他的價碼預測 好像就是落在2000-3000萬之間 這樣子的藍領中鋒 我會覺得太高了 所以我自己會認為雷霆這邊應該會pass他 好那講回Zack Edy的部分 最新的消息是指出 他在NBA combine上面測試的數據都是非常好的 最新的ESPN mock draft 已經把他的位置從原本可能第二輪 調整到了現在第14順位 他們這邊的預測是拓荒者會選進他 我是覺得拜託不要啦 雷霆既然這麼想要的話 你們雷霆拿去啦 第12順位嘛 反正也差不多差不多 我自己這邊是寧願忍痛割愛 Zack Edy既然這麼好 那我們送給你好不好 第12順位 好那最後Eric 你要不要跟所有雷霆迷來分享一下 你對於雷霆休賽季操作預測的想法呢 我們來做一個總結好不好 我覺得就像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要Size在風險跟內心上面 在休賽季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應該要去試試看可不可以成功 把Markkinen找來 他有三分 他有籃板 他的Size也是有 算是一個很不錯的4號位3D球員 如果是這樣的話 Chad去打到5號 J-Dub打到3號的話 我覺得以整體陣容來講 如果在休賽季拿到Markkinen的話 會是對於團隊一個很大的boost 你怎麼跳得那麼快啊 你前面都一直在跟大家講說 進去後度是有多重要的 你找一個號稱由他K湯的Laurie Markkinen來 因為剛剛是講內線嘛 如果我們大家都說 Chad要打5號的話 那我是不是要往封線去找 那我覺得封線的人選就是Markkinen嘛 而且如果又可以把J-Dub一起找來的話 雷天陣容會很嚇人 還有就是這不是不可能 因為雷天多的就是選秀錢 可是我認為這個你需要考量的是 未來的續約問題 如果你把Laurie Markkinen跟J-Dub交易來 你未來新制空間會爆掉 因為SGA他即將續一個史上最大的合約嘛 那你Chad Homegrip要不要給Max 你Jalen Williams要不要給Max 這三位球員雷霆是都給的出Max 可是這個前提是什麼 你就不可能再交易來Laurie Markkinen 以這三位球員為艦隊基石的雷霆 這些選秀籤未來的功用 都是給雷霆當免洗塊 去吃這些星秀紅利 當你陣容上面有球員需要換約了 那你就是放掉 再選進一些新的New Blood 所以如果你交易來Markkinen 你要考量的是說 未來的雷霆三少 你要放掉誰 同意你也這樣吧 但是如果以Markkinen來的話 我覺得會走一個WIN NOW 真的是NOW 就變這個賽季了 你不可能這四位都全流啊 那我覺得我提出來的這個點 就是以他們在下一個賽季 要比這個賽季好的話 我覺得這個交易是真的可以幫助到的 如果需要一個老將又有風險 可以去看看76人的Tabalas Harris 雖然他既有人爛到一個假跳 但是在賽上面在籃板上面 我覺得他是可以幫到忙 還有經驗啦 雖然不是也很好的選擇 然後如果選擇一個那種風險萬金油的話 我覺得可以去找一下拓荒者的Jeremy Grant 其實也是很不錯的 這個東西就回到星姿的問題 跟你的劍隊方針嘛 現在擺在雷霆面前的問題是 他們近幾年來選進的球員都有中 Jayden Williams跟Chad Holmgren 都是你未來 Kason Wallace 那你再加進來Kason Wallace 你怎麼可能還怎麼Tabalas Harris 你怎麼可能還透過交易來換一個 Jeremy Grant 這些球員都是不可能的 因為他們的價碼就太高了 你今年的目標在我看來啦 就是去滿足薪資下限 然後你就是等明年的修賽季操作 那站在一個操作簡單的立場來說的話 我認為啦 今年修賽季 只要補進一個低配藍領就好 你知道有哪一個球員 剛好合約的部分 滿足雷霆的時間軸 同時又可以幫助他們 達到今年的薪資下限的嗎 有那麼好的人喔 這個人就是明年合約 2200萬的Klan Capella 而且喔 他在明年修賽季 就會成為自由球員 所以你把他交易來 完全不會有任何卡住 你未來薪資空間的問題 你可以透過這個賽季 去測試看看 把Chad Holmgren擺到4號位 是不是有料 因為以今年的結果來看 Chad Holmgren達5號位 你在季後賽就是太擔保了 我不把話說死 我把薪資的部分也留住 讓我之後有操作空間 最後我再補一個bonus 老鷹對這邊絕對會願意交易啦 為什麼 因為現在他的 PROJECTED FIRST OVERALL PICK 是LXR啊 那你在有Okonwu的情況下 再加一個LXR 你還要留住Klan Capella 你現在是要組一個東區的灰狼嗎 你東區那邊又沒有YOKICH 你沒有必要去這樣做嘛 所以我認為今年修賽季 老鷹是絕對有理由 想要去交易Klan Capella的 但是就我覺得用交易的話 以目前雷霆隊的球員 有點難用誰去交易耶 不用SolarMatch 因為雷霆這邊是有薪資空間 可以完全吃掉Klan Capella的合約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直接用選秀權也可以囉 基本上用什麼都可以啊 用一包衛生紙也可以啊 對於老鷹來說 我想他們想要拿回來的東西 應該不會太多吧 畢竟大家也都知道你有交易的需求 所以他們能夠坐地騎家嗎 我不這麼認為啊 最後啦 我想講一個比較抽象的 你知道太陽現在也很缺 控游後衛 也很缺選秀權 快艇這邊也很缺選秀權 看可不可以把KD跟Polger找回來 感覺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你乾脆把Westbrook James Harden KD通通都找回來啦 前雷霆三少跟後雷霆三少 組一個雷霆六少啊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此告一段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